26号下午两艘大陆军舰速迁舰金门舰缓缓驶入香港海域 从当天开始他们成为驻港部队的胜利军 负责寻防湘江维护海上安全 同样以维护国安为由 隔一天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电解条例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在民主派议员全面退出的情况下 只剩42人 不记名下表决火速通过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 修订中明定电影检查员必须考虑电影上映后 会不会不利国家安全 如果一旦被认定不利国安 官方有权撤销影片核准证明书 也就是不能上映 这十几年来我们学得最多的是阴谋 而我们社会最多的是信仰 会中有香港议员点名这部 2015年播出的港产电影《十年》 就是在贩卖孔中煽动港独的危险电影 才导致之后的大型社会运动 我想强调这一次的修订并不会影响电影业的正常 能不能向官员所说 新的电检法下不影响香港电影产业被打上大问号 因为草案中还规定 督查可以在没有法庭首令授权下 进入和搜查任何地方 如果有人私下播放未经核准的影片 将被罚款100万港币和被关三年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